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E-Walker大顶家 我是李华 妈妈为了孩子 无怨无悔付出一切 只要办得到 愿意给他全世界 这两位妈妈为了小孩健康 放下原本工作 想方设法找出安全饮食 两人分别从四季料理 和天然酿造着手 扑育儿童力挺友善环境小农 共同守护地球 也进一步开发无农药 无添加酱料 成立公司开餐厅 无形插流柳成胤 意外为自己开创一番事业 也帮助更多人找回健康 先来看这位现代女性 喜欢跑传统市场买菜 不过她以前 全身名牌脚踩高跟鞋 喜欢餐厅的高级料理 就在当妈妈之后 开始忧心食安问题 为了让孩子吃得健康 于是自己料理 其实她35岁以前 从没下厨 母亲的身份 换情她对健康 及保护环境的意识 她想出快速 变出一餐的方法 鼓励消费者重返厨房 短短两年 累计发出600篇食谱 依照四季 挑选当力食材 照媒农药健康又最便宜 一举数得 还可以友善环境救地球 她成立公司 也自制酱料 研发无农药 无添加的辣椒酱 然而找厂商合作 竟然连续被食家厂商拒绝 想突围化学 合成酱料市场 非常艰难 她没有放弃 努力让无添加 健康饮食落地神根 走进人爱人望的传统市场 菜季度逛过一滩又一滩 一会儿用手称称重量 一会儿闻闻香气 当你摸不到食物的时候 其实你会跟食物越远 然后因为你去市场 你会很明显 你就知道某一些食材 它实在是 它可能会堆叠得比较高 所以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 它堆叠得比较高 它就是当季 强调当季不是没有原因 正值产季数量多 不但品质新鲜 价格便宜 相对农药喷洒的几率 也会比较小 这也是进入喜欢来市场采买 每周必来报到的原因之一 这个萝卜是 它比较长吗 白玉吗 对 这是白玉 白玉 跟它 这道味 一个问句 总能得到更多的答案 汤上老板就像是隐藏伴的料理老师 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不少 料理小佩服 那你先稍微把它烫一下皮 剥掉 炒起来 比较多 比较多 皮在皮 还要再剥皮喔 OK 你自己的口感会比较好 口感比较好 好 我觉得人情味 这是一件 因为每个人会告诉你这件事情 要怎么煮的这件事情 是你去通路或者去超市的时候 没有办法做到的 进入在市场熟门熟路 令人意想不到 过去它是精品采购 天天脚踩高跟鞋 和料理完全沾不上边 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全是因为一双宝贝儿女 开始当妈妈之后 我却不知道 怎么样去选择台湾的食材 那你就会觉得 好像你一直在高丽菜 红萝卜 或者是空心菜之间做选择 难道台湾没有其他的菜吗 思考孩子的菜色渐渐领悟到 其实只要适应土地 节气 很自然地就能吃到 蔬菜的丰富变化 夏天是吃瓜类 是吃小黄瓜 护瓜 苦瓜 这些瓜类 然后秋天是吃什么 秋天是吃根莖植物 是吃地瓜 马铃薯 或者是南瓜 然后冬天才吃叶菜 这样大萝卜切成三段 同样一条萝卜 前 中 后 各有不同的口感 这就是食材有趣的地方 含水量多的中段 最适合用来炖汤 那也是一样 因为小朋友关系 所以我的萝卜炖汤 不会 萝卜不会太大块 小朋友爱吃 绝对是做菜的最高原则 为母则强 深爱孩子的心 让静如想做更多的事 我想要让孩子能够 真正吃到土地的东西 然后所以我才去推广 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都循着 台湾的四季脉络去饮食的话 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们都可以吃得很健康 于是他成立品牌 运用自己的方式 希望可以影响更多家庭 意识到好好吃饭有多重要 我们的食谱部分是中西合并 就是我们可以把很多东方的食材 或者台湾的食材 它是结合所谓的地中海饮食的 一个料理方式 或者是所谓的比较健康的 橄榄油的一个料理方式 从书二食谱延伸到 纸本记刊出版 从前端企划到后端行销 静如和他的小团队一手包办 我们这三年下来 我们完成16本食谱 所谓的数位跟纸本的内容 我们多达1500篇 那所有都是原创 也没有任何的商业置入 坚持内容不做广告置入 但是回到现实层面 出版刊物 样样需要花钱 资金筹募阶段 考验者决心和危机处理 很多的读者 或者是网路上的使用者 就是回应给我们 就是我觉得你的网路很好用了 所以我就不打算订人家的资本 群众募资卡官 毕竟网路免费资源多 使用者付费的观念还不普及 因此他大胆下了一个决定 我们把网路上面的食谱 就变成是上锁的 其实我们也是成为台湾第一个 在食谱订阅制上面 真正成功的一个品牌 那时候就是跟消费者沟通一件事 就是这个品牌即将要走入 所谓的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食材把它切小块 然后在整个顿煮时间 就可以算快速缩短的状况之下 它就会很快 然后小孩就不用等 吃饭等太久 小朋友回来很饿的时候啊 你不可以让他等 他就不吃饭了 然后就开始狂塞零食 炒香后的姜片 红喜菇和白萝卜 炖煮三到五分钟之后 加进油豆腐 最后再倒入夜卖奶熬煮 完成这道炖汤 不用花太多时间 我们会告诉消费者 他如何是去挑选 跟如何保存 那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每道食谱 其实都会符合 我觉得父母或者是家长 就是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料理 他可以十五分钟就完成 运用食材的特性 做出不同的变化搭配 进入校说 这是制作了一千多拼的食谱 练就来的功夫 连带影响一家四口 加入做菜行列 因为我很喜欢做料理嘛 然后做了很多的食谱 我做了很多的食谱 我老公也开始做料理 就现在全家都做饭 然后两个小朋友也会做饭 当了妈妈之后 像是找回了自己 从小就爱做菜 小学四年级的暑假 翻翻冰箱 就能为忙碌工作的爸妈 准备一桌饭菜 只不过上班族生活太久了 不知不觉拉远了 和食物的距离 我现在会希望的方法就是 用一些料理的方法 很清爽 然后带出食材原本的味道 然后可是一样让他们喜欢吃 然后去接受食物 可能是有很多的变化 铁形细瘦娇小的白玉萝卜 不用削皮 切成细丝 加点酱料 就是一道凉拌菜 研制凉拌要开胃 调味品是画龙点筋的关键 可能用的酱油啊 味噌啊 或者是起司优格 还有像这些东西 其实在现在还有醋的部分 现在在市场上面 大部分都是化学合成 添加物的一个调味品 但我们会带着群众去让他 让大家去理解说 这些调味品 它是天然制成是怎么样 然后它入料理的方法 化学添加刺激味蕾 让我们忘记食材天然的风味 但是当妈妈的心愿很单纯 就是希望孩子吃得天然 我们就跟着发酵老师 我们找到了辣椒 土凤梨 下去做发酵 它必须要为期大概 至少要十两周的发酵期 意思我就是要辣椒跟土凤梨 完整发酵完之后 不加任何的化学添加物之后 它会呈现很温润的感觉 一群完整的发酵制成 只有土凤梨产剂 才能投入量产 这样的条件 光是要找愿意合作的食品厂 就让进度团队几近波折 终于找到愿意合作的伙伴之后 产品的定价却又引发反弹 那时候其实我们非常挫折 很多的群众也都是在网路上私讯 或者打电话跟我们讲说 你们家的辣椒酱贵到我下巴要掉下来 面对消费者对价格的质疑 他们选择将售价的成本结构 摊在阳光下 无农药的食材是所有食材的三倍 就是有农药惯性农法的食材的三倍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先沟通 投入八个月时间 然后我们的辣椒酱进入市场 它还必须要行销运作 所以其实换算下来 其实这罐辣椒酱 它最后的利润就只有五到十% 凉拌辣落魄放在冰箱 可以保存将近一个星期 吃不完的食材要避免浪费 因此是古老智慧 但现代人对腌制食品 多少存在不健康的印象 腌制本来就是一个保存的方法 但是加入的发酵品跟调味品 它必须是天然的 如果它是天然的话 它是一个好的饮食方法 一路走来很长一段时间 进入没有收入 海岸先生拿出好几百万 填补资金缺口 我先生看到我在做这件事情的部分 他其实是完全支持 对于公司所有的亏损 他没有任何的责备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感动的 感谢新生的陪伴 尤其在疫情期间 进入的料理教室 场地空转 无法营运 最终不得不关场 我当下其实是非常失望 因为我觉得外在的环境 没有办法让我完成这件事 可是之后我也思考了一件事情 就是会不会是这个 这个失败是让我更清楚知道 我现在应该专注什么事情 全新投入料理教室 错过陪伴孩子成长 让他总觉得遗憾 我身边如果我只剩一些时间 我应该专注在哪一个领域 跟陪伴我的家人 有舍才有得 疫情是危机 也是省事内心的时机 如果今天这个在地饮食 无添加饮食 它可以落地 而我的品牌需不需要存在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需要存在 因为当它已经变成意识 跟风气的时候 其实品牌其实并不重要 得知读者因为看了食谱 开始喜欢做料理的四季变化 甚至自己的孩子 也在情谊默化中 建立正确的饮食观念 这些都是最大的成就感 我的孩子会去学校 告诉同学说 你吃的东西要注意哦 它的添加物的问题 同学只要吃零食是什么 他就很快地看包装说 你要注意什么 上面有什么 这个东西最好少吃 进入坚定地说 所有的挑战 和填补不管的经济压力 都是必要的振痛期 未来他会持续 透过自己的方式 传递无添加饮食的重要 鼓励更多人 为家人 也为自己 动手做出 健康幸福的味道 信念决定成就 再来看 这位妈妈也为了孩子 全心全意投入料理 她原本是护理师 为了照顾过敏体质的女儿 选用有机无毒食材 也因为对阿嬷的腌渍食物 特别有感情 深入研究发酵食物 不论是酵素 美酒 或者是味噌米粤 都难不倒她 还能变化出一道道美味料理 不仅如此 发酵食物还能产生许多健康好菌 于是她一头栽进生机饮食 与酿造世界 从有机店到开餐厅 甚至开班教学 跟社区妈妈分享经验 努力用吃改变台湾 始终保持初心 小孩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差 决定回来帮忙 倍感悟情 外头阳光热情耀眼 里头人们干净十足 大家分工合作 为开店做预备 这个是洗过了 然后要 因为有进冰箱了 还要晾一下 那个水气进去就不太好 没有时间就做美酒 或者是没醋 那有时间就做美味蒸 对于食材特色与做法非常熟悉 让人难以想象 她原本是护理师 为了孩子健康 踏入生机饮食 接触手作酿造 一开始是因为 小孩子有过敏的 有不太听话的 所以就回头来寻找自己吃的 我觉得吃进去是什么 身体会反映什么给我们这样 那因为这样子 小孩子好像也得到的改善 你就会觉得这样做不错 依循自己对食物的记忆 让她想起小时候的生活 再结合自己医学专业 开启手作酿造的新视野 小时候大家家里 都会有那样子的 一旺一旺这样 你就觉得阿嬷这样拿出来就有得吃 你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就有得吃 以前还觉得那个颜色很可怕 可是它味道就很美啊 但是我们想说要留什么味道 或是留什么风味给小孩 凭着对医学知识的了解 与努力不懈的研究精神 摸索出一道道健康料理 天辈是印尼的国宝 我们不是都说不要吃太多动物性蛋白质 或者是有些人真的是为了某些他不吃这样 那怎么样让素食的好朋友或是宗教素的好朋友 他也可以吃到很好的蛋白质 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两个搭起来是非常合的 冬季盛产高丽菜 经过发酵后延长省位期 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经过设计的环境里面出来的发酵 事实上连一滴液体都非常珍贵 这个里面没有一滴水 很多人会为了这个通便 因为它里面太多铝酸菌 两种食材搭配一起 比除发酵后的风味 还加入浓浓的母爱 还有对环境的关心 因为你在家里也是这样做 所以其实这个厨房的概念 就是把家里怎么样就怎么样 农夫种出什么 然后我们享用什么 而不是我们去order农夫什么 在发酵起来的时候 其他的质碱 你一样可以享受它的风味 每一样食材背后有大自然的照料 还有农夫的努力心血 即使是一小块也有发挥功能 任何食材应该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煮成柠檬水 然后再加也只有起泡剂 然后去做清洁剂 因为它头你也可以切薄片一起炒进去 可是这个头我就会留着熬糖用 这锅蔬菜汤也是它的杰作 把剩余食材变成美味结晶 有时候苹果也会放进去 看厨房有什么就放 所以它的味道不是那么的 一定说今天是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固定的食材 它的坚持在别人眼中或许是固执 但也因此创造记忆深刻的美味 一开始就是家里的概念 所以不会用那个什么块啊 或是什么什么条理包 我一吃我自己就不舒服 我如果吃错了 对对我如果吃错了 我就只能就去默默的喝很多咖啡 或喝很多水 你就会想要睡觉这样 要吃的健康得花些心力 吃前腌制猪肉 虽然有些费工 它甘之如意 为什么每天都摸到很晚 因为有些东西你要前面做 通常我们洋葱也会炒肉 只是你怎么让发酵的东西 入在你的菜里面 然后不要那么多调味料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样 大小细节它都掌控得宜 唯独无法控制食材状况 这天正巧送货晚到 差点没能顺利出餐 二姐谢谢 好 先这样 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农夫这么晚 好 拜 谢谢 涂发状况考验临场反应 它早就习以为常 不影响料理节奏 自制高汤炒出的青菜 多了一分沉稳和用心 它还有另一个解救办法 不仅速度快又不吃美味 然后大概二三十分钟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小菜 有时候我会用梅味噌 今天是用梅盐渠 这样弄一弄就味道就会进去了 你们单指要包一下 好 单指顾一下 好 您拜托 冲爆盐渠五花两个 午饭时间重头戏即将开始 全家总动员才能忙得过来 女儿馆出餐 先宣故外场 这是她开店以来 从未料想到的是 她本来就是要退休 只是她不晓得她老婆在做什么 她就是一直是无辜的第三者 默默的支持这样 因为我总觉得 这是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 所以当我们家小孩决定要 回来帮忙的时候 其实我有很大的 很大的感动 原来我们的背影是有人看的 说起自己为何踏上创业路 其实一切都不在计划中 婚后生活都以家为重心 命运巧巧在她心中 买下开店种子 小孩子长大了以后 其实是跟年轻 或什么你会觉得 那我要干嘛 有机店也开过 后来觉得还是吃比较重要 为了家人开一个店 好像为了一个牛奶 养一个牧场的概念 在还没十足把握时 是朋友在背后推了一把 她才跨出步伐 走到现在 基本上要不要 不会开店都跟老师商量一下 这样子做好不好 虽然心里很笃定 但是总觉得大前辈可以指导一些人生的方向 所以亦师亦友这样子 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两人以前是家长和老师的关系 因为理念相同 成为至亲好友 也带给林苏萍许多新刺激 有人只是说为了我自己的好处 我自己的健康 去做这件事 但不是耶 所以我们要的是想要你的智慧的分享 这样子 对 一直逼她 对 生父子在问什么时候还要上课 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手作酿造 牵起许多缘分 她决定不吝啬分享 开班教学 让大家一起享受这份乐趣 如果胭脂梅味噌 它还没有红之前 它有一点偶青的感觉 它这里会有一点偶青 它熟了以后就会变成红的 因为这样的雏形 然后就变成一个 可以跟很多社区的妈妈 或者是跟很多喜欢发酵的人交流的 这样子的氛围 你可以觉得很自在地做自己 不用有太大的压力 慢工出细活 一层层堆叠 每个动作不能马虎 还得时刻注意清洁 才能酿出好味道 剥瓶这件事情是 确保我们发酵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不要让它自己一个人 面对一切这样 就是团叠力量大的概念 制作发酵品急不得 需要等待与耐心 过程就像练功 磨练人的心智 这却是他认为 最感到放松的时刻 你可以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这件事情 可以比较抗荡一下 就是有时候急就快不了 可是你就真的要学会等待 现在的味道不一定是 你喜欢的 但是它未必它后面的味道 你不会喜欢 它尤其享受认识维生菌 热爱程度超乎想象 为了发酵米麴 甘愿整晚睡在一旁 其实发米麴的日子 我晚上很好睡这样 因为你一定要跟它睡在一起 半夜你要看它温度不会 太高的麴就烧了嘛 翻身的时候那个 有时候热气它就会出啦 那个真的是非常舒服的味道 发酵过程就像是斩魔法 多一点 少一点都不行 失败也是常有的事 但都是成长的机会 发酵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就是失败也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发酵是 对 站在我们人类来讲 我们如果觉得 这个东西好 那就是发酵成功 失败是一定会存在的啊 人生太顺遂的人生 不怎么美好 手作酿造就像它的人生 每个阶段都有特别味道 但始终不忘自己的初心 其实我真的只是一个妈妈 不管什么角色 我就是一个妈妈 而且是一个婆婆妈妈 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就是一个能量的转换吧 因为我们到这么大 其实我们真的获得很多人的帮助跟协助 对待每位客人就像家人 总是大方给予 用心叮嘱 有时反倒让旁人替他担心 我现在说你一定要用这么好吗 不过我们家不是这样吃吗 你不知道你的伙食贵一直都很贵吗 我先生也会说 那都不回来了我们的成本 如果这样就是那个人刚好需要 他们会说你这样子成本不行 反而客人会提醒我 你还是要赚 时间理想的过程中 免不了有限时压力 他的心丝毫没有动摇 相信自己的坚持 能胜过眼前挑战 更受到外界肯定 获得绿色餐饮指南 二页餐厅 你只要能量船是正能力 赚得到可能是不同的 无形的东西也不会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回到当初大家彼此的信任 他是谁我是谁 我很明白你 你很明白我为什么这样 因为信任 所有事情在他眼中 都是举手之劳 只要来到这 就像回到家 能带走有机食材 吃得到健康六里 没有辛苦 但是自己愿意甘愿 你会觉得很研究这件事情 才是走得长久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它不是只有一个食物 它是一个有温暖有温度的食物 有温暖有温度的一个地方 至少我们就知道自己走在 大部分对的方向 然后就继续努力 在自己还有体力的时候 还有热情的时候 一份纯粹的坚持 和不妥协的精神 尝得到健康的家常料理 酿制出意想不到的味道 寻见快乐 温暖人心 因为成就不凡 稍后继续开母爱的力量 我们的饼 它本身不会有 但是你要煎的时候 要随时翻面 随时翻面不能像煎鱼一样 一面浇了之后再翻 那个饼皮会变硬 大家这样住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也是要一个传承 以后我们也是会老 就是小孩子可以接的话 有很多的传统产业 小年人都不爱吃 我们的要做 就现在我们还可以做 就是帮忙带他们做 一起做 妈妈可以为孩子付出一切 孩子也能够为了妈妈 不顾一切吗 身为儿子不想让母亲太过劳累 他放下都市工作 回乡接下葱油饼生意 而正当生意稳定时 母亲生病了 医院摊位两边跑非常辛苦 第三代念餐饮的儿子 也跟老爸一样 回乡分担家业 一家人切心努力 也发挥创意 将葱饼改良 包入麻糬跟培根 参加比赛 荣获双料冠军 其实刚开店生意并不好 靠着自制饼皮和真材实料 渐渐打开知名度 松油饼店也一间间涌现 短短50公尺的一条街就九间店 松油饼名气大开 海北香公所添入香腿 马路旁的小摊子 每到营业时刻 总是飘出阵阵香气 吸引着过客寻觅而来 你好 谢谢 需要什么 这边可以参考 有三种口味 一个要辣吗 谢谢 原味就好了吗 热锅上的葱饼 滋滋作响 印上亮丽的金黄色泽 老板杨之皇天天站在台前 上演煎饼秀 熟练的双手和专注的神情 紧盯着每一块饼 就怕稍不留神 达不到心目中的完美标准 我们的饼它本身不会有 但是你要煎的时候要随时翻面 随时翻面不能像煎鱼一样 一面焦了之后再翻 那个饼皮会变硬 刚回来的时候 妈妈在焦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怎么煎的时候 那时候怕说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 每天现点现做 捧着新鲜双手奉上 是不可退让的原则 手工制饼好时又好力 所以小店一开摊 屋檐下满是热闹 全家总动员分工合作 各自兼手岗位 形成流畅的生产线 附近都是妈妈在做 后来原本我在前面煎 在前面煎 然后爸爸捏饼 因为捏久了 他那个手 手就是会有那个 都会受伤 因为他要靠 那个食指跟大拇指 虎口这边下去捏 捏久这边都会 就是会发炎会肿起来 父子两联手默契搭配 负责在现场包饼卖饼 而老板娘林月清正守在后厂 忙着整理一早新鲜采摘的翠绿青葱 冬天也有酸啊 所以要把它剪掉啊 不然它葱不会干啊 变得很湿啊 太湿 饼皮就会湿湿的就不好做 你看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葱白 葱白这边都很长 这个都很有甜味 我们的三星葱这个饼做起来很甜 它没有 我们没有加 味素没有放糖 还没卖葱饼以前 家中经营的是 晋升祭祖的金纸店 为了响应环保 烧金纸的信仰是越来越少 雪山隧道开通之后 交通便利 大批人潮涌入 林月其音抓紧机会 搭上商机潮流 很多人潮 就想说做葱油饼 那时候我也不会做葱油饼 姐姐教我做葱油饼 后来我自己改 那时候还没买机器 全部都是用手工揉面团 刚开始什么都没有 葱油都是手工自己切的 二十斤要切好久了 杨志皇忙着在外打拼 林月晴就留在家里照顾小孩 做生意来贴补家用 她和婆婆两个人分工合作 一人负责做 另一人就帮忙卖 只是两人都没有做饼的经验 面团该怎么打 味道该怎么调 前前后后 尝试了无数次 她四处请亲朋好友试吃 给意见 这才有了方向 以前做的时候是葱都没有调味 后来就是在研究 葱里面加一点油 加调味把它调好 那时候他们也没有加 到冬天的时候 那个葱都很湿 大家尖尖到那个手都烫到了 就慢慢想说 怎么改良 因为我们的葱都是当天现切的 它的水分很够 所以你就是慢慢就是自己要去想 从无到有 是一点一滴拼凑而来的 葱饼是做出来了 却迟迟等不到客人上门 要怎么推广又是另一门学问 与其等待不如主动出击 只要不轻易放弃 无论如何都能找到希望 本来是做葱油饼是在后面做 后来就想说 看在前面做现场做 客人看到我们的葱又放那么多 看有没有比较会可以吸引客人过来 那时候反正你也是没客人 你就跟人家招呼 客人只要招呼 有时候客人会不好意思 要跟我买 买的时候我有信心说 你跟我买的时候 下一次你还会跟我买 俗话说 戏棚下站久了 就是你的 按部就班 踏实地做 渐渐做出口碑 最终迎来排队人潮 生意是越来越好 需要更多的人手帮忙 只好把在外工作的儿子 杨志黄找回来一起做饼 当然不群怨 在外面多逍遥 顺帅 回来还要被人家冒 两个都比我大 那时候妈妈年纪大身体也不太好 她就想说 她不是说 反正你没有回来是要请的 不然你干脆回来 好 不然就回来做 正当生意逐渐稳定 杨志黄的母亲 却在这个时候生了场怪饼 她从前场退居幕后 还时常坐在店里 帮忙照料看顾 毕竟好不容易做出的成绩 悬着的一颗心 始终是放不下 到底什么病也不想 反正只知道 反正只知道说 开始手不会动 那时候 你看妈妈 看妈妈那种个性 手不会动 就开刀 医生刚才讲说 开这个顶椎会好 她就开 开了要复健 她一直想要快好 复健复健 复健到韧带断掉 母亲的健康是每况愈下 杨志黄时常医院 摊位两边跑 长期疲于奔命 根本忙不过来 好在第三代的杨宗益 也贴心懂事 二话不说 放下了在饭店发展的好机会 回乡一同春起家业 厨房一定比这种还累啊 那种每天那种炉子这样子 扫啊 热其实比这边还热啊 这边就是比较忙一点这样 都自己的 所以那种心态又不一样 自己东西不能说 坐一坐又跑去混啊 一家人 攜手团结 努力守着回忆和梦想 不辜负辛苦打造的点点滴滴 勇敢的推进 创新 甚至在葱油饼的竞赛中 获得亮眼成績 它因为是创意比赛 又刚好那一天 也是客家文化姐一起举办的 就想到麻糬 跟葱 刚开始想说麻糬 可是麻糬吃起来又甜甜的 就想到培根又有 颜色又漂亮 又吃起来又很搭 那时候就是拿这一块饼 去参加比赛 我们就得到冠军 丙持用心做生意 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把一件事情做到专精 才能越做越好 不断精进和调整 一块饼也能闯出一片天 刚开始切的时候 切 因为麻糬会黏黏的 切起来就一坨 小小 本来是切丁 结果拿起来都黏在一起 后来就想说 慢慢想说 不然就切长条状 以前放的时候 比较没有那么整齐 就是客人吃 我这个吃起来怎么没有麻糬 那个吃起来全部是培根 所以就是现在要把它平均分配这样 虽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 杨之皇紧记叮咛 做生意就和做人的道理一样 唯有诚实 才能眺望未来的可能 他就是说你所有东西 你绝对不能偷空前量 用什么 你现在用什么 以后你一定要用什么 都要完全一样 不能改 除了口味的部分 你可以改 去改口味的部分 但是料的部分 你绝对不能改 从一块葱饼 找到了自信和认同 里头蕴藏的是代代相传的记忆 更富含满满的爱与力量 有很多的传统产业 年轻的人都不爱吃 我们的药要做 就现在我们还可以做 就是帮忙带他们做 一起做 反正一路下来很艰辛 也很快乐 每天有事没事 吵吵闹闹闹也很快乐 脚踏实地走出自己的路 用时间创造梦想 激发出更多火花 一块饼 藏有传承的精神 和三代人的智慧和努力 铜板价格的葱油饼 蕴藏的爱无价 亲情是最珍贵的财富 力量无穷 稍后再看另一个故事 在这个山上做一个这样 没有肉 又全部蔬食 又做的是比较夕阳式的东西 那我觉得本来我周边的所有的人 不管朋友什么都都是不看好的 因为觉得这个很奇怪 刚开始因为第一个资金也有限 也不敢去做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也很外行 我希望是把这些 这些我的感受跟这样的改变 是带给更多的年轻人 树欲静而风不齿 子欲痒而亲不在 这位老板有能力想照顾母亲的时候 却来不及了 敢念母亲 她敢吃素 还在老家开启舒适餐厅 但二十多年前 很少人以西式料理做素菜 何况还在山里 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 也确实曾一天来不到一位客人 但因为心心念念着母亲 她一直非常坚定 苦撑一年 终于打开知名度 因为喜欢作画 她说做菜就跟作画一样 不设限就能够有好创意 守住品质不断学习 只要有心一定可以成功 午饭时间总是这般人潮 倚着美景享受佳肴 各个摆盘精致 色香味俱全 那我们当初有一个想法 就是很希望是说 因为我自己在都市里面生活 我就很希望说给都市很紧张的 这些上班忙碌的人 偶尔有一点这种 可以到这个地方来 可以释放一下 实践区的美口 没有印象中的油腻感 而是满满的清爽滋味 这间隐身郊区的苏式餐厅 屹立不摇二十多年 靠得全市老板的独到眼光 尤其我们做一点意识的东西 像不管你是做pasta 还是做一些这个料理里面 那我觉得洋葱大蒜 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因为有了洋葱大蒜 我就不能叫做全素 所以我就用蔬食的一个概念 因为起司嘛就是太腻 故意给它一点那个 螺热叶 让它有一点点 不同的味道的变化 大馄饨皮配上巧达起司 罗乐叶 浓淡融合 口味丰富 令人难以想象 徐茂兴不是科班出身 竟有这般灵巧手艺 我吃素是大概 开始吃之后 我就没有再想吃过肉 早期那个 维gan的有出的这种 就是起司啊什么东西 是很少的啦 而且非常非常贵也不好吃 因为我自己喜欢 所以我到每个地方去吃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有一些东西 可以去变化的东西 所以我经常在菜市上面 会做一些新的设计 过去从事传播媒体业 只要有出菜机会 尝遍美食 学习手艺 为了感念母亲而吃素 反倒开启另一道料理大门 焗烤饭就是淬炼出的美味 我们焗烤饭就是 它比较像是那个 法国农村里面的一道农村菜 他们可能是焗烤剩下的面包 那因为台湾不会有 不容易有剩下的面包 所以剩下的饭比较多 所以我就用把它改成是焗烤饭 热情翻炒散发香气 淋上自制白酱 撒上四种起司 所有食材都是他精心挑选 得符合素食者需求 还有自己挑剔的味蕾 以前刚开始座位的 每次试吃试吃的人很胖 肚子很大 所以就只好吃完了之后再运动 我自己喜欢做嘛 所以我吃的比较广泛 而且我对起司比较 就是了解的多一点点 所以我自己有很多 不同的乳制品可以 可以给我做一些补充 起司飘着浓浓奶香 白饭融合酱汁香气 完美搭配 食店内热门菜色 里头还有一份 坚持二十多年的料理初衷 我是因为自己就是 可能有遗传妈妈的形态 本来就喜欢做点东西 我妈妈四十八岁才生活 所以我二十几岁 我母亲就不在了 所以总是对妈妈 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感念 在朋友建议下 她为母亲办法会 人生也因此翻转 成为素食者 离开职场后回到新店老家 本来想边玩园艺 边开一间素食餐厅 却因为作风新颖 备受旁人质疑 刚开始因为 第一个资金也有限 也不敢去做 然后第二个是 我们也很外行 当我在二十多年前 开始做蔬食的时候 是没有人做的 在这个山上做一个这样 没有肉 都全部蔬食 又做的是比较 西洋式的东西 那我觉得 本来我周边的所有的人 不管朋友什么 都是不看好的 因为觉得这个很奇怪 虽然万事起头难 却在挫折中 融往直前 认识素食者的各样需求 成为素食餐饮业的先驱 更受到外界肯定 刚刚开始在成立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不是餐饮的 都没什么经验 也许人家可以对你 包容性多一点 那你现在已经做了二十年了 可能一点点东西 人家不到位 人家可能不一定能够接受 因为大家对素食的了解 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也因为是这样子 说每一个每一个介绍 之后 就反而是我对了素食 分类的很清楚 经营餐厅的做法 比以往更圆融 时而刚强 时而柔软 不辞辛劳教导 细心体系后备 是他心中另一份期待 你们这些年轻人 骑摩托车的 千万注意一下 好不好 不要再骑得太快 我每天听到那个 救护车上来的声音 我就很紧张 因为每次都九点钟了 我是不是同事下班啊 什么的 所以骑摩托车我觉得 迟到就算了 但是慢一点 好不好 安全重要 对对对 OKOK 好 加油 进入人生新篇章后 他依然对生活 充满热情 做事认真 也更大胆 放心交给年轻人 像我厨房 我厨房检查 第一个是 环境卫生 第二个是我会看 他们丢的食材 等一下主要就是 你们那个 汤那些你要试过 尤其他们那个新的人在做汤的话 一定要试过 经营管理是一大学问 面对世代变化 更需要具备柔软身段 就连料理方式 也要跟上潮流 煮饭机器提升出餐效率 解决人意问题 我们在这张卡片里面 已经设定好所有 这段炒饭的内容都在里面 Recipe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 启动 OK 事先把食材放入口中 分量调味都在事前设定好 一点都没有失去料理精髓 因为我不可能拿我的客人开玩笑 所以我一定是试过说 它接近人潮的那个比例是很近的 就是一两个礼拜 你就变成是很厉害的老手了 又省力 那师傅也不容易有职业伤害 你一直甩锅 你的手就会累的嘛 那用机器之后 所有东西是标准化 有一定的量 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一盘炒饭满满台湾食材 烤过的综合菇 搭配竹笋 芋头 四季豆 还有松露 清爽里带点重口味 这道料理 也赢得农阳熟炒饭比赛的第三名 可是你看一个素的炒饭 跟荤的炒饭比赛 是比较辛苦的 因为食材上面是有很多的限制 跟那个溃把 就是讲了之后 我也把这道炒饭 就放在店里面卖 也卖得蛮好的 甚至于去年有在一些平台上面上架 跨世代培养出的信任感 回餐厅注入一股新势力 如今徐茂鑫 回局幕后 让年轻人坐在第一线 放心交给师傅料理披萨 年轻嘛 谈的东西都是怎么样可以赚钱 或者怎么样可以更有一点权利 或者什么 大家就是喝酒 或者晚上要去玩什么 可能打个牌 这种东西是大家的重点 像我们到了这个年纪 快七十岁了 你会觉得很多的事情 顺其自然吧 不想要把盈利放在第一个位置 很希望是说 我们是不是说 可以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随意就好了 因为什么东西也不是你强求的 比如说你真的是 你花了很多努力很希望怎么样 可是不一定达到你要的东西 所以如果说心里面保持的比较平一点的话 失落的感觉不会太大 高温火烤的披萨外皮酥脆 从酱料到配料都是他进行设计 希望每位客人吃得健康 能尝到他对人生的体悟 学习本来就是在我生命中 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过程跟因素 那所以我到现在也是常常 就是出去国外的形象 我也在不断地在找寻 我到任何一个 台湾任何一个地方 我都是去发掘 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不同的菜色 你会了解说 每一个 对每一个不同的族群 它有它不同的饮食的一个习惯 蛮好玩的 如果你停止说你不想学了 你没有对知识 不一定是只有吃嘛 你对所有东西不想去学了 就没有意思了 年近七十的岁月 餐饮业做得有声有色 店内还有一处是他引以为傲的奖杯区 生活过得比年轻人还精彩 是他从没想过的事 像以前我是可以喝酒的 对不对 那我这二十几年的次数之后 我现在就是我已经从十年前 十多年前开始 我就对酒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因为环境的形态的调整 所以我自己这二十年后就很喜欢打篮球 比如来讲 所以因为篮球 我们就认识了更多更多的球友 到我们这个年纪 甚至于像我们运动打球的人 竟然还有七十八岁八十岁以上的人 还在拼篮球 我觉得这一批人带给我们的 就是很正向的一个能量 很棒 你看他七十八岁的 照样在跑前面在上篮球 你感受到就是 我觉得生命无限美好 素食生活打开料理新视野 为心灵点上一盏光明未来 深深吸引每位客人 也期待每一口都令人感到幸福 这个生活里面本来就是起起落落 你一定会一天里面 你会碰到如意的事情 也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只是说 用一个比较平常心的心态 去看待就好 所以你当你自己调整到 某一个好的状态之下 所以喜乐或者是苦啊什么东西 就不会那么差异那么大 对你的那个所有的东西的 比较平缓一点 虽然这都是老话 说哎呀 有健康的生意才能够 不愁什么什么的 可是很多人 不会把这件事情很认真 我们也年轻过不错 也不会认真嘛 我希望是把这些 这些我的感受跟这样的改变 是带给更多的年轻人 用心料理记录当下 在每个人的味蕾到下深刻记忆 用味道震撼蔬食餐饮 发挥感动人心的温暖 世界最珍贵的不必费力寻找 一直在我们身边 我是李华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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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